今天分享一道发面馅饼的做法 这个发面馅饼松软可口非常好吃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发一下面 面粉200克倒入酵母2克白糖2克 边搅拌边加入30度的温水 先搅成面絮再揉成面团 反复出揉面团把面团揉光滑 盖上锅盖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2个小时左右 小知识 1.酵母在低于零度高于40度的温度时 不能生长发酵 最适合发酵的温度一般在25度至35度之间 2.糖可以破坏面团的分子结构 改善面团的性质 使面团比较松软 在等待的这个时间内 我们准备一下馅料 准备一个小盆打入三个鸡蛋 鸡蛋中放入食盐一克 用筷子快速的把鸡蛋打散 锅内烧少许油 油热以后把鸡蛋炒成鸡蛋块 用母铲铲碎刀出 韭菜切成韭菜粒 和鸡蛋倒在一起 把粉条体前用温水泡发 然后剁成一厘米左右的段 和韭菜鸡蛋倒在一起 放入食盐一克 生抽三克 好油三克 食材样两克 鸡粉一克 芝麻香油三克 搅拌均匀 放在一起备用 40分钟以后 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用手扒开面团看一下 里面呈蜂窝状 在盖板上撒上一点面粉 取出面团 先搓揉挤压 把蜂窝搓实 再搓成长条 把面团切成一个个的小剂子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保原饼 一个一个的全部擀好以后 拿起一个擀好的面片 包好馅料 包成包子的形状以后 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 按照这个方法 把所有的馅料饼皮包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再次发酵10分钟 小技巧 包好以后 放在盖板上 使为了第二次发酵 这样做出来的饼 口感更松软 发酵的时候 一定要盖好 免得被风吹干 10分钟以后 我们取出电饼称 充电加热 刷上一层植物油 把馅饼放在电饼称内 4秒左右就要翻动一次 不要盖上锅盖 面饼是发面的 给面饼加热发酵的空间 5分钟左右 馅饼就熟了 用木铲 把馅饼足够取出 放在盘中 就可以食用了